干冰和叶旦到了泳池会发生什么呢? 说到做实验,那老外是做得最多的,什么奇葩实验都敢做呢? 这不,之前想看看水银遇到黄金会怎样? 没想到这黄金在水银面前是不堪一击呀, 直接就是把黄金给腐蚀得干干净净了。 这不,今天又想看看,这把干冰和叶旦倒在泳池里会发生什么? 干冰,大家都知道,它是固太大氧化碳,主要用于清洗模具行业, 而叶旦相信大家也知道,这是一种无色无味,无辅实心的物质, 藏压下的叶旦的温度为-196度。 这不,老外先是准备了50升的叶旦和大量的干冰, 在正式实验开始之前,老外先是做了一个小测试, 将一小部分的干冰放入木板框架,然后倒入少量的叶旦。 当干冰和叶旦接触到的时候,瞬间就出现了烟雾缭绕的场景, 而为了显示两者的威力,老外把一串葡萄放了进去, 当再把葡萄拿出来时,葡萄已经不是软软的了, 已经是非常坚硬的,就像是在冰箱的冷冻层冷冻了很久一样。 这样的画面正是让人大吃一惊,接着就轮到综头戏登场了, 在老外先是将叶旦全部丢入泳池里。 当泳池放起大量白色烟雾后,马上碗里面放上了很多干冰, 接下来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, 泳池里瞬间就冒出了很多白色的烟雾,并且迅速的扩散开来, 小哥的周围就宛如仙境一般,十分壮观, 很多网友看到视频之后,都调侃到, 这要是跳下去会不会成仙呀? 看到这里,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呢? 好了,视频分享这道账, 我是丫头,点击订阅关注我们,下期见。 我们下期见。